嗨大家好 就說一下 就是 不要懷疑 懷疑吧就是會讓你 非常非常的 心交的一種事情 心好像在 地獄裡面被灼燒一樣 這個 這個懷疑 真的是這樣 有的時候你可能是懷疑事情 有的時候你可能是懷疑人 有的可能是 根本就是 嫉妒 但是嫉妒其實不屬於懷疑 嫉妒是屬於貪心裡面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只講懷疑 懷疑就是 非常不好的 你改變不了事實 你怎麼樣懷疑你都改變不了事實 因為事實在哪裡 你不管懷疑他都在哪裡 你懷疑他都在哪裡 你不懷疑他他也在哪裡 反而懷疑的時候呢 你會會處於一種 非常 非常不好的一種狀態 非常負面的一個狀態 嗯 就讓你會非常的 不在狀態 會讓你非常的 對你的損傷其實非常大 不管是精神上面還是身體上面 損傷都非常大 嗯 嗯 所以你得放下 之前我說的 把懷疑也放下 嗯 有一句話叫做 人人是好人 事事是好事 我之前的說法就是 人人都是好人 只不過每個人的境界不一樣 所以呢 你也沒什麼可懷疑的 因為你懷不懷疑 你改變不了別人的境界 只有他自己頓悟了 他才知道 但是首先作為你自己 你也要先頓悟 所以你懷疑 就是你還沒有放下 所以呢 嗯 放下是一方面了 另一方面我們是要以真誠心 對待一切人和事 所以啊 你有真誠心的時候 你就不會去懷疑了 嗯 所以啊 就千萬不要去懷疑東西 嗯 大不了就吃點虧嘛 吃虧還是服 對不對 所以不要去懷疑東西 嗯 放下 把懷疑放下 會有一個新的境界 然後你就 你這個層次就上去了 上去之後啊 你的世界更寬闊了 你就 你會有一個更精彩的生活 放下懷疑 嗯 加油